本期节目由M观点赞助播出 如果你喜欢从Podcast获得新知识 让自己升级 除了大人的small talk以外 还有什么选择呢? 今天想跟你介绍M观点 这个Brian几乎积极必听的Podcast节目 你想在五年前就能掌握特斯拉兴起的趋势吗? 你想搞懂苹果、微软、亚马逊成为产业霸主的背后谋略吗? 透过M观点 你不只可以掌握世界最新的科技趋势 更可以学习科技巨头核心的商业思维 节目主持人Mula 过去曾担任跨国科技集团的高阶主管 也是台湾最知名科技趋势订阅专栏的创办人 每个礼拜都会和你解析最新的科技商业新闻 政治经济大事 以及投资领域的专业心得 完全不偿私的分享以及犀利的分析 让收听的每位听众都能够用快转的数率 掌握科技趋势 并且吸收产业顶尖的商业思维 在这个变化快速 快到吃人不吐骨头的时代 搭上M观点的这台高速列车 你可以比其他人更快的到达下一站 当然M观点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深入解析财经新闻 而且认真讲解核心的投资观念 帮助每个专业工作者 除了能力晋升以外 也能够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顺 不会每个收听M观点的人都会留下 但是每个留下来的人都会收获满满 你会是那个人吗 订阅收听M观点Podcast频道 请见节目下方说明栏的连结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Joe 张国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 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找我们讨论 或者提问的 都欢迎你可以写信到 podcastsftpm.com.tw这个信箱 那如果你写来的问题 是我们能够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内 能够探讨完毕的 那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放在节目中 我今天要回答的来信是署名小珍 他在去年年底写来的一封信 那我先把他的信念给大家听 那这个信其实非常非常应景 非常符合 接下来你可能也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那他写的是呢 Dear Brian 就两位老师好 崭尽愉快 我今年43岁 去年4月开始了我的接案人生 那7月之后 我就辞去了原本的工作 开始专职接案 那过了炒创时期艰难的几个月之后 口碑有做出来 目前案源稳定 然后呢 我目前大概年薪百万 虽然呢 家人都住在北部 那我呢 选择留在南部 也没有买房 选择租房度日 每个月啊 租屋成本不到总收入的一成 那我曾经呢 有过一段婚姻 那也离婚了 所以我知道婚姻大概是怎么回事 那也认同啊 婚姻其实对女生 有太多不太公平的地方 所以对于再婚啊 也兴趣缺缺 也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不婚 没孩子 没家累 没负债 没车贷 没房贷 身体检查 除了体重重了一点 体脂高了一点 也没有太多红字 那本身啊 物欲也不高 财务呢 有余裕 工作也胜任愉快 这种自由的生活 我现在觉得很好 可是呢 问题就在于 这个啊 却大大的违背了我父母的期望 以及这个社会 对于成年人的要求 于是啊 我过年 就会面临各种炮轰 各种情绪勒索 这真的让人啊 压力山大 我父母不认同这种收入不稳定的工作 而且呢 我有师范的学历 所以父母认同的工作 还是要我去学校当正式老师 再怎么样 也希望我去当公务员 同样的 家人也不认同 我这样一个中年妇女 不把自己去嫁给一个人 得到终身稳定的照顾 还有这个年纪 既然不好好的照顾家庭 结婚生子 只想要很自由 很有余裕的过日子 甚至连房子都不想买 爸妈觉得我不负责任 那他们为了逼我就范 他们会发动整个家族的攻势 Level 1 道德劝说 Level 2 孤立排挤 Level 3 大吵大闹 Level 4 情绪勒索 然后我就成了全家族的剑靶 再来 爸爸高血压 心脏又不好 所以他们就要我背锅 说就是因为我让爸爸难过 爸爸身体才会不好 所以我不能再让爸爸不开心 不能让爸爸生气 然后就要求 我必须放弃这样的人生 接受他们的安排 不管是工作 婚姻住的地方 买房等等等等 接下来我会面临全家族的压力 不是没想过 过年就不回去 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以我现在的收入 我过年跑去一个风景区 住个几天 或是出国 也都负担得起 只是哥哥嫂嫂 他们对我很好 我跟两个侄子 关系也不错 所以过年 我会想去看看他们 跟两个侄子 玩游戏 聊聊天 所以呢 请问两位老师 我该怎么办 好 关于小珍的问题 我得说 小珍你这个问题 本身 其实处理起来 一点都不难 这个问题 我听起来啊 真正比较难 比较棘手的 反而是认知 那这个你可能会想说 怎么去扭转 爸妈认知 对不对 不是 我会觉得最棘手的 其实是 你的自我认知的处理部分 我先来讲 问题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局啊 不外乎 就两个处理方式 第一个处理方式 很简单 就过年嘛 我不回去 对不对 我不回去 我就可以避开了 跟爸妈的争执 可是呢 我虽然不回去 不管是像你讲的 去海外走走 或者找一个风景去 去住个几天 对不对 去泡温泉 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 你都可以轻易的解决掉 然后呢 这些对你有善的家人 不管是哥哥嫂嫂 或者是这个侄子 你还是可以跟他们约了 在外面碰面 对不对 外面碰面 大家一起吃个饭 就是可能初一初二 他们会需要回家 然后可能初二初三初四之类 他们要回娘家 可是初五初六之后 他们可能时间比较空 你还是可以安排他们 约在外面 然后呢 大家见了面 聊聊天 吃个饭 发发红包给小辈 或者是呢 你再有更多的一个余遇 可以见一下 其他认同你的亲戚 我的想法是很简单啦 没有必要的吵架 当然可以必就必嘛 而且大过年的 确实也没有必要 去吵架闹事 所以完全的避开父母这边 我觉得是一招 那就是如果我是你的话 这是其中一个 我会想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 我可能会采取的事情是 比方说哥哥嫂嫂 或者是这个小辈 他们可能真的也很忙 也抽不出时间 另外跟我再碰面 那我第二个处理方式呢 就是我过年 还是会回去 毕竟如你说到的嘛 哥哥嫂嫂 直直之类 平常很难见到 那当然 大过年的大家都有空 那能去 还是该去 那至于回家了 我想 如你预想的啦 老爸老妈 多少是会有所要求的 一定会讲很多 你知道各式各样 希望你就范的话 可是我觉得 这个好处理啊 因为你不住在家里嘛 你真的回去 了不起 也就是三天 甚至五天的一个状况 老爸老妈 再怎么念你 或有什么要求 其实 真的最单纯的方式 就是一律心平气和 然后面带笑容的说 啊 爸妈 我知道了 我今年 一定会做出一些调整 那他也没办法 再做什么接话嘛 然后等到五天之后 你回到住处 这些东西 这些建议 也就可以放一边了 毕竟天高皇帝远的 他们也不能争拿你怎么样 古人说嘛 一疲天下无难事 这是第二招 可是啊 我会觉得啦 这两招 你多半都想过 事实上 第二招 其实真的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它反而是最轻松的 可是我猜 我猜 尴尬的点在于 你多半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其实 我完全可以猜到你的状况 就是你听到那些什么 父母的压力啊 情绪勒索啊 他们的大吵大闹 然后说老爸生病 都是你的问题啊 你心里就会不满 这个不满 就会让你想要解释 想要辩解 想要说明 甚至你会想要吵回去 那老爸 你自己平常喝酒 对不对 怎么怪到我头上 那你们就会开始 这个冲突升温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被它影响了情绪 一旦你开始尝试去解释 任何事情 那这个冲突就会展开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这件事情在情绪上 老实说我还真帮不上忙 因为在这个状况中 大部分人就是会忍不住 甚至会被激怒 之前不是有个梗图吗 好像是激怒李维吧 他就说什么 现在你说什么 我都同意你 哪怕你说一加一等于五 我也会赞同 你如果真的能够抱持这个心情 其实任何架都吵不起来 你都说OK 很好 我同意 我认同 其实真的 这种事情 最最最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表达认同 因为日子终究是你的嘛 妈妈讲什么 你就说 这有道理 这个我没想过 我今年就来这么调整 他们真是完全拿你没皮条 你做不到 你真的做不到 好 你如果有长期发了我们 你可能知道 我在今年 好像是年中吧 我做了一档课 叫做成熟大人的父母相处指南 没买的 我猜 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堂说服课 会想说 我要教大家一些说服的方式 去跟父母 就是让他们听话 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 我父母不会听话的 所以没有用了 可是我在课程中 我就有跟大家讲 你跟父母 毕竟两代人 差异很大 彼此有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说服这件事情 我是悲观的 我会觉得彼此要互相说服 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我在课程里头我就写说 沟通 他通常的效用 仅是在于 我尝试把我的概念讲清楚 意思是说 如果我讲某个概念 对方完全不理解我的意思 好 那我就想办法 可能透过手势 透过图卡 让他们听懂 这个确实是积极沟通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的老爸 他是不理解 为什么你执意要去一个新创公司 那你讲讲你的想法 你的观察 你收集到的一些数据 这个确实会能够让彼此 有相同的理解 可是关键来咯 这个真的是关键哦 这个真的是关键 理解相同 只是代表老爸 确实听懂了你的概念 可是他听懂了 会不会认同你 会不会支持你 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老爸可能觉得 我听懂了 原来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很酷 你现在做的事情 好像很有趣 可是老爸 他有一个根深地图 从小带来的价值观 他可能就觉得 安定 稳定 大公司 很重要 所以他听懂了 可是他还是不支持你 还是要你去一个大公司 还是要你去一个传产 对不对 所以呢 沟通有没有价值 沟通当然有价值 你觉得可以尝试 可是呢 我在课程头 我就你知道 非常直白地告诉大家 你不要对沟通 说服 抱持过度的期待 所以其实在整堂课程里头 我讲的反而不是要你拼死去沟通 在你现在的状况中也是一样 我也不觉得你该拼死去沟通 沟通到一定程度之后 当你发现两个人差异很大 或者该说两帮的差异很大 那这个时候 我就建议你要选别的方式 那什么别的方式呢 那堂课的同一集 我有提到一个概念 我写说呢 父母关系的冲突 我个人会觉得 当沟通无效之下 你该做的 或该说你唯一能做的 其实是想办法 把他们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个 怎么让父母的干涉降到最低 比方说 怎么让他们信任你 觉得你够聪明 想得远 根本不想来干涉 或者他们还是忍不住要干涉 但这个干涉 却不会造成你实质的冲突 比方说 课程里头有讲到一些 你该认真执行的功课 你执行之后 有可能父母只会在回老家 吃饭的时候念念你 但因为不会真的造成 什么很大的争议 也不会让你断金流 让你的生活过不下去 所以这一类干涉 你就相对比较容易 一笑致之 所以这就是小真 你应该试着要做到 可是现在我觉得 你还没办法做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在课程中也提到的 另外一个 让影响降低的途径 是建立你人生的防火墙 我们的父母 未必每个人都想得深远 也未必每个父母都是好人 他们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 会做出一些笨事 可能信了奇怪的宗教 经营能力不足而富在累累 有赌博或者是药饮酒饮之类的问题 甚至有暴力的性格 那父母或许会一辈子都无法从泥沼中拖出 可是你最少要建构防火墙来保护好自己 你可能无法拯救他们 可是你得让他们做的笨事 不至于翻覆掉整个家族 这恐怕是我们做子女的另一种责任 那这个第二点跟小珍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只是既然我们提到这个议题 我就把这两个面下 课程中有提到 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很快分享一下 那课程中提到的具体做法 今天我大概也没办法都带到 可是我比较想针对小珍这个情境 提一个听起来最关键的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小珍其实知道怎么做 但你做不到 所以我就会鼓励你回头去想一想 你想要对抗会被激怒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找出来 你会想要跟他们硬碰硬对抗的那个原因 你就会反复在这个情境中 无法情绪抽离 只要你情绪无法抽离 你就不能像基努里为那样子 一加一等于五吗 好啊 你讲的都对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你做不到 原因可能很多 但是我这边整个信看完 我就提两个可能性 有可能是别的 所以这两个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能再花一些心力去探索一下 可是你照这个原则 照这个方向来思考一下 就有可能可以找到那个根因 如果你找出来了 或许你就更能去控制你的情绪 控制情绪之后 真的忽辱而不自得 你就可以轻易去处理 不被他们的情绪所干扰 好 那我猜的两个可能 你思考看看 第一个 你会在这个情境中觉得愤怒的原因 是因为你觉得被背叛 好 怎么说呢 就是啊 对某些人而言 父母其实是从小到大最支持自己的对象 小时候他们照顾我嘛 给我吃饭 然后很温柔 然后呢 教我功课 好像都是我后面的这个背后灵一样 结果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从学校毕业之后 或者是你30岁之后 35岁之后 忽然 他们看我每一件事情都看不顺眼 对不对 然后你就觉得很奇怪 以前我做的每件事情 他们都觉得很可爱 怎么现在做每件事情 父母都不认同呢 我选的工作 他说我没前途 我花钱用钱 说我不会想 说我扑张浪费 我的生活方式 他说我这是享乐主义 我选了一个男人结婚 他说这个男人不对 好吧 那我不选男人结婚 我一个人过吧 他们又说你不会想 会孤老终生 什么跟什么嘛 莫名其妙 对不对 如果这两个人 他在那边你知道碎嘴 他真的就是一个外人 是一个不相干的 我从来跟他没有任何情感连结的 确实你可以不以为意 你可以随意认同 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过去都很支持自己 你就会很希望他们能够 一路一路一路支持自己到最后 现在他没有 虽然他们背后的动机是担心 是希望你过得好 可是因为他们用愤怒 他们用一个错误的沟通方式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们背叛了你 他们没有再像以前一样关心自己 所以你的冲突 你的对抗 其实是想要唤醒 唤醒他们的灵魂 想要找回他们原本的样貌 那你找不回来 他们也没办法改变你 所以两边的那个不愉快 那个仇视就节节升高 可是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件事情 你能够理解说 其实这也不是背叛或者是不背叛 终究就是我们是两代人 我们想要的东西不同 或许你可以更冷静地看待这个冲突 好 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你可以想想看 另外一个 我觉得你可能会愤怒的原因 是因为你自己 搞不好也还有不安的感觉 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确实选了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你自己接岸 年薪确实也不错 然后自己生活 不生小孩 不买房子 我没有特别说这有对或不对 但是毕竟你选了一个 可能跟你周围亲朋好友都不一样的路 你自己在冷静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这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轻松自在 很自由 但是当我们选了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在夜蓝人静的时候 在一些可能碰到困顿的时候 你多少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忐忑不安 我跟Brian 我们创业 有时候碰到一些难题 碰到一些障碍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是不是选对了 我们走这样的路 真的是合理的吗 是应该的吗 那当你不安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最麻烦 如果没有人去触碰你的这个痛点 那也就没事 可是偏偏爸妈又很好心 他们就很关心你 见了面 三不五时就要念你两句 就要讲你一讲 你原来没事 讲久了 心里多少也被讲得毛毛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其实心里隐隐约约就有点觉得不安 你们还一直跟我讲说 我为什么孤老终生 工作不稳定 将来会很惨 你就觉得你不能不当一回事 因为你要证明你选对了 你要证明你选对了 你就会想要跟他辩论 想要跟他冲撞 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变引你 我要告诉你 我选对了 我有认真思考 不是像你讲的那样子 我没有想 我有想 我想得很仔细 想得非常非常认真 我想了很多年 而且我一定是对的 因为你会觉得 如果在这个地方 我对他们让步 我回去之后 自己就要更不安了 更觉得我都已经这么痛苦 你们还要这样的念我 然后我还不能反击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 无论如何 我要讲回去 不管这会得罪爸妈也好 让他们生气也好 让他们生病也好 whatever 我就是要大力反击回去 所以我猜 这有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你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我讲的那两个方法 你其实一定都知道 你一定都想过 可是重点就是这样做下去 你会觉得不爽 不开心 不愉快 所以一个 我猜 你背后会觉得被父母背叛 你希望他们重新回来支持你 另外一个 你愤怒的原因 就是其实你隐隐约约 也还没有对现在的生活 觉得很踏实 你有不安 他们一讲 你就更不安 不安 你就想要辩驳 想要去把这个不安 碾压过去 所以这造成了冲突 造成了双边的不愉快 当然 也可能是别的概念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 回头想想 到底什么让你一定想要反击 如果你搞清楚这个局 搞懂你哪里不爽 哪里不安 哪里过不去 你能够重新在心态上面 好好的巩固好自己 安抚好自己 让自己不要随着这个挑衅 或者随着他们的一个缩教 而不安 那我觉得你让自己舒服下来 反而在后面的相处上面 就会容易很多 那我要建议的是 其实也是课程中讲到的 你不要期待父母会改变 父母不会变 但是你也不要勉强自己去过度配合 就是期待他们变 或者是勉强自己 这都是两个极端 我觉得这都不健康 你要想办法让自己找到一个中间的位置 尤其是先保护好你自己 你才有能力保护好关系 当然我也得承认 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 所以如果你试着今年过年试试看 如果真的觉得很困难 很痛苦很艰辛 我还蛮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堂课 因为这堂课最大的关键 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头审思 为何我跟我的父母关系会卡住 卡住了 很正常 可是重点是我要怎么调整自己 我要怎么样接住自己 不要尝试什么沟通说服 我会觉得这个不切实际啊 你先让自己稳定 让自己长大 让自己就算没有父母的认同 你也能够过下去 然后当一切都无所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会争执了 你能够包容他们 因为你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反而事情就会容易很多 好 所以呢 今年试着过过看 如果过了 还觉得艰辛 考虑一下 听了课 或许明年过年 就能更轻松的回家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啊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 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 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